什么是氧化还原反应呢 让我们先从拉瓦杰的实验谈起 拉瓦杰经由实验 确认燃烧是物质与氧化合的过程 因此它将氧化反应定义为 物质与氧结合的反应 反之 含氧物质失去氧的反应 则为还原反应 例如 每代燃烧时 金属铁与氧结合 因此 铁进行氧化反应 又例如 电解质铝时 氧化铝失去氧变成铝元素 即氧化铝发生的还原反应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在古风炉炼链铁的反应中 一氧化碳与氧化铁中的氧结合生成二氧化碳 故一氧化碳发生氧化反应 氧化铁失去氧变成铁 故氧化铁发生还原反应 另外 若把点燃的金属铁放入二氧化碳气体中 会产生燃烧现象 此时 金属铁与氧结合变成氧化铁 进行氧化反应 而二氧化碳失去氧变成了黑色的碳 进行还原反应 那么从刚刚几个例子中 即可得知氧化还原反应的狭义定义 获得氧的反应为氧化反应 失去氧的反应为还原反应 然而 由于有的氧化还原反应 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有物质得到氧或失去氧 因此 原本狭义的定义无法解释所有的氧化还原反应 因此 化学家必须将原本的定义扩展为广义的定义 也就是 将涉及到物质得失电子的反应 都定义为氧化还原反应 其中 物质失去电子的反应 称为氧化反应 物质得到电子的反应 称为还原反应 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同时发生 同时结束 且所得失的电子总数相同 例如 将铁钉放入硫酸酮溶液中 铁原子会失去电子 即氧化半反应 铜离子则会得到电子 即还原半反应 我们将氧化半反应和还原半反应相加 键号两边的电子数相等 即可消掉电子 得到全反应 也就是净离子反应式 可看出电子由铁原子转移至铜离子 故铁原子发生氧化反应 而铜离子发生还原反应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有红棕色的金属铜附着在铁钉上 且由于铜离子呈蓝色 布水溶液的颜色 随着铜离子逐渐变少 蓝色逐渐变淡 将题目所给的两个半反应方程式相加 销掉电子后 即可得到新铜电池的全反应方程式 那么若是氧化半反应和还原半反应的电子数不相等 怎么办呢 这时可将氧化半反应和还原半反应分别乘以适当倍数 使其相加后两边电子数相等 即可销掉电子得到全反应 要注意全反应中不能出现电子 另外刚刚也提过 氧化与还原反应会伴随发生 不会只有单一反应 氧化半反应中物质所失去的电子 是由还原半反应中的另一个物质得到 因此 整个氧化还原反应中得失的总电子数会相同 就好比船接球游戏 少了一方都无法进行 如此便可得出结论 牵涉到物质得失电子的化学反应 即为氧化还原反应 这就是氧化还原反应的广义定义 答案是1 氧化还原反应必须同时发生 同时结束 无法单独存在 你答对了吗 而有些化学反应 可用以下方法 快速判断该反应为氧化还原反应 即化学反应的反应物中 若有元素参与反应 反应完后消失 或生成物中有元素的生成 则此反应必为氧化还原反应 例如 家用天然气 主成分为甲烷 甲烷的燃烧 极为剧烈的氧化还原反应 以及双氧水中的过氧化氢分解 也是氧化还原反应 甲烷燃烧的反应方程式 可看到元素消失 过氧化氢分解的方程式 可以看到元素生成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特色 来快速判断是否为氧化还原反应 答案是ACD AD化学反应式中 有元素的消失或生成 可快速判断为氧化还原反应 C化学反应式中的二架铁离子 失去一个电子 形成三架铁离子 同时 四架氏离子 得到一个电子 形成三架氏离子 过程中涉及电子得失 亦为氧化还原反应 你答对了吗? 除了家用天然气 双氧水等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也包括 苹果切开后置于空气中 苹果中的多分物质与氧气反应产生核变 以及使用漂白水 进行衣服漂白或消毒 还有像是呼吸作用 手机锂电池的充电和放电 铁粉形的暖暖包放热 以及铁的生锈 光合作用 电解反应 如水的电解 以氯来消毒自来水等 这些都是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 答案是D 此为沉淀反应 不是氧化还原反应 你答对了吗? 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吧 氧化还原反应的狭义定义是 获得氧的反应为氧化反应 失去氧的反应为还原反应 而广义定义则是 物质失去电子的反应 为氧化反应 物质得到电子的反应 为还原反应 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同时发生 同时结束 且所得失的电子总数相同 想一想 在日常生活中 还有哪些现象是氧化还原反应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